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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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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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桶金 但同时也留下了一座座 满目疮痍的矿山 长兴的天不在蓝 水不在绿 本世纪初 长兴人用壮士断腕的决心 开始了一场青山保卫战 一面关停大批矿山 一面对废弃的矿山 进行治理和改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村民也是很羡慕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到 到长兴县县城里面去 人家一介绍我们 这是李家乡的 开矿的 他们就会感觉 土豪有钱 就这样 靠开矿和办石粉加工厂 青草物村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别墅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与村 今天的青草物 芳草七七 鸟语花香 但是七八年前 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上面是炮神隆隆 下面是烟雾弥漫 走过青草物好像走过一道分手线 人家以为在打仗了 青草物变成了粉尘物 富裕了的村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1年金永良来到李家乡镇时 侍逢全县开始大力整治矿山 我当年到这里工作的时候 这一片密密麻麻的都是水风厂 当时在我们这里面有235家风体企业 就这个村子而言有170多家 曾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风厂 李家乡的矿石是加工石粉的上好食材 石粉被广泛用于涂料 油漆 日化 塑料和橡胶等行业 作为填充料和复合材料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池水了吗 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矿坑 现在这个里面的积水最深有多深呢 积水最深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十米 当时我们这里有五六家矿山 还有矿山企业 我是在最西边的地方开的 没开采之前 以前这里是个山 这个山比那边还要高 现在通过三十几年的开采之后 现在就是挖成这个样子 像这样的矿区 李家乡镇有五个 那个时候听到矿要把它关掉了 也就是把我们的饭碗砸掉了 所以说我们几个矿老板经常系在一起 想对策 想办法 跟政府这么较劲 难题摆在了金永良面前 也摆在了长兴县各有关部门面前 用了两年时间 李家乡镇人痛关闭了二百三十五家十分厂 为此金永良的头发掉了许多 人也苍老了许多 这个官场官况的过程艰难吗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用艰难两个字就可以形容的 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就维系在吃这个石头饭 所以说一下子把它这个饭碗给打破了 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感到很无所适从了 凤凰涅槃 光矿官场后的李家乡镇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是李家乡镇的一片低山丘陵 由于特殊的小气候 这里产出的茶叶一直受到当地人青睐 但2008年离茶园不远处采矿作业开始了 当时那个矿山在什么地方 就对面那一条山脉 直线距离在一公里的位置 现在看过去已经负绿了 就是那个浅绿色的 是负绿好的那个矿山 但在那些年 开矿导致了茶叶的严重污染和滞销 当时这边那个矿山开采的时候 反正天天都是那个大车运来运气的 然后整的一个粉尘 我们茶园天晴一个星期之后 基本上我们茶树上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所以客户都不敢带进来 矿山关停后 茶园又恢复了生机 茶叶的价格一年比一年高 今年的春茶供不应求 随着开矿炮声的渐渐停歇 村民们发现 眼前的青山仍然是一座座 金山和银山 经过关停和整治 长兴全县目前只留下了19家矿山 在长兴县矿山综合治理办公室 我们看到了目前仍在开采的 这19家矿山企业的档案 未来在开采合同时间到期或达到额定的开采总量后 这19家矿山都将先后被关停 随着矿山的关停 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当地政府面前 这些大量的废弃矿山怎么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使得建筑用材需求大增 全国有矿石的地区都经过了大规模的开采 他们跟长兴一样 都是青山满目疮痍 如何治理 这样的问题同样也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 长兴县给我们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这是长兴县城北侧的一座开放式山体公园 齐山植物公园 每天清晨和傍晚 这里总会聚集大量市民来这里健身 您知道齐山植物园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齐山植物园这里我还不知道清楚的 您知道齐山植物园以前是一个采石场吗 齐山植物公园以前是怎么样子的 那真不太清楚的 今天很少有居民知道 这里当年曾是一个采石场 如不惊人指点 公园里已经找不到当年采矿的痕迹 詹福根参与了当年公园建设的全过程 他带我们来到了公园的深处 这里就是原来的齐山矿坑 您说这个甲山和水潭 甲山水潭就是原来的矿坑 那边是开外面 这个是矿坑很深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域特别浅 我在这里就已经看到底了 这里是为了安全考虑 就是我们在下面铺了一层楼板 底下还是深潭 我们架空的 这里底下有五六米深 由于废弃的矿坑位于山体的中心部位 2004年在齐山植物公园建设时 并没有对矿坑进行规划设计 那么后来我们外围全部建设好以后 发现这个矿坑不处理不行 必须想办法给它处理得更加漂亮一点 才能跟整个公园先匹配 所以后来请了杭州的设计单位 重新设计重新施工 我们当时在建设的时候 也没有说去考虑是说矿山福利 支度去考虑的 我们是作为公园建设的角度 去出发去思考的 采石场经过改造 被巧妙地融入到公园的景观之中 并吸引了大量当地人来此锻炼健身 让粘幅根和施工单位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不经意地改造成为常兴废弃矿山治理的烂商 公园建成后成为浙江省废弃矿山整治的样板 引来了省内许多市县有关部门 前来参观学习 这样意外的矿山治理改造 还出现在距长兴城区27公里的金钉子地质公园 长兴金钉子地质公园不仅在中国 在世界地质学界都具有至高的地位 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 2.5亿年前的岩层和古生物化石 而这一发现要归功于采石 开矿的时候他们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化石 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这里面的化石 都属于2亿多年前的海洋生物化石 而且很多都是第一次出现的 也就是国内首次出现的 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一些新物种 金钉子是一个十分专业的地质学名词 要了解金钉子必须先了解地球的生物进化 在地球46亿年的进化石中 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 原古代 这是人肉眼看不到的隐形生物时期 古生代为海洋生物时期 中生代为陆地爬行生物时期 和新生代的哺乳动物时期 那么这几个时代的交接点 地质学上称之为金钉子 带与带之间的分界线一共有三条 最高级别的金钉子全球只有三颗 一颗在加拿大 一颗在图尼斯 还有一颗就在中国长兴的梅山 几乎每一个金钉子 它都是见证了一次生物的大灭绝 地球46亿年当中 一共有五次生物大灭绝 恐龙大灭绝发生在6500万年前 百恶级末期 但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一次 事实上地球的46亿年历史当中 其中有一次灭绝量达到了95% 也就是说 地球上几乎就是所有的生命消失殆尽了 那这次生物大灭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两亿五千万年前 也就是古生代末期 长兴的金钉子正式见证了地球历史上 最严重的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长兴采石的一次意外收获 给地球进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1年长兴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 地球进化史上三个最重要的断带界限之一 随着金钉子的确认 采石厂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加以保护 2005年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金钉子保护区有重叠的矿区 全部为关停 金钉子地质公园也成为长兴因地质疑 改造废弃矿山的又一样吧 把矿山改造成地质公园 这是一种偶遇 但是大多数的矿山都远离城区 不能把它们都改造成市民公园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那些散落在乡村里的废弃矿山 长兴人是怎么智力改造他们的 投资200亿元的龙之梦乐园 正在泰湖边如火如荼的建设 这是一个规模近四倍于上海迪士尼的超级乐园 规划有七家星级酒店 动物世界 海洋世界 西水世界 欢乐世界等十三大主题乐园 一个太湖古镇 万人国际马戏城 一万间客房的养老公寓 三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 和五千五湿地公园 龙之梦乐园除了巨无霸之外 还有一个夺人眼球的亮点 乐园是建在一个废弃的矿坑群上 废弃的矿坑群 陈湾石矿一共有七个矿坑 民国时期当地村民就在这里才使 这是最大的一号矿坑 今年七十三岁的王水林在这里做过搬运工和安全质检员 说起当年的实况 王水林仍是一脸自豪 就陈湾石矿是小小孩子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电 陈湾石矿1958年就通电了 其他地方1967年有电 2000年前后 矿山关闭 采石区内陈湾和碧岩 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 年轻人只好外出打 来自上海的佟景泉是龙之梦乐园的开发者 他用视频记录了三年前来到这里的场景 现在在这个航拍上比你还看到这个城市的存在 现在都拆掉了 我记得我当年来的时候 村民把我的车堵上 过了几天我又提的话 前面这个城也发生这个情况 恳求地说我们期待了好几年了 这样的期待也感染了统景泉 项目签约后 村民的搬迁异常顺利 我是15年的10月2号跟当地政府签了约 他们基本上16年的年初 5月6月 1000多户争民 全无一亿快快地开开心搬走了 村民们搬走了 但如何处理这些废弃的矿坑 成为铜锦泉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难题 那么好的水质 那么好的水面的颜色 很难找到的 如果说是就这一滩水 组合到这个里游度假聚气的话 这个产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今天的一号矿坑边已处理起了一栋漂亮的钻石酒店 铜锦泉并没有按常规去填埋这个深达80米的矿坑 而是巧妙地把它跟建筑融在一起 就像一颗翠绿的明珠 积水后的矿坑与酒店相融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是二号矿坑 铜锦泉仍然没有采取填埋的方式去处理 他打算把这里改建成一个游船码头 以后的船呢 注注桥底下 失望太后 失望我们整个游家旗的水系 让游客呢 静静地欣赏太后的美景 跟江南水下的美景 对废弃矿坑的利用 铜锦泉的智慧远不止这些 这个半圆形的建筑是国际马戏城 正在施工的去 是一个地下四层的大型停车场 这里原来也是一个矿坑 我已经发现不了这个矿坑的痕迹了 今天也看不到因为挖掉了一部分 原来的计算被我一往下挖 挖了一点 在铜锦泉的眼里 这些废弃的矿坑 一个个都是宝贝 正是这些废弃的矿坑 成就了龙之梦乐园 由于龙之梦乐园的进驻 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陆续回来了 当地政府为附近的村民 免费举办了保安园 客房服务员 餐厅服务员 园林绿化 维修电工和保洁员等 十个职业技能培训班 外出打工快二十年的张培宁 参加了花卉种植培训班 上了这门课之后 对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们这边不是发展的龙之梦吗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可能到里面去做这种 花卉这种工作 在加盟口上班毕竟尽力嘛 村民的回归是长兴县 废弃矿山治理的又一意外收获 正在进行治理改造的废弃矿山 叫洪东矿 这是一个回田复耕工程 在2013年关闭前 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积四五百亩的巨大矿坑 可以想象吗 我们现在是走在一个 曾经是十几米深矿坑的地方 但是现在在这里 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 当年采矿的痕迹了 可以看到的是周围有平整的水田 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清脆的鸟鸣声 其实废矿治理是有很多种方式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采用的是 回田复耕的方法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综合考虑的 长青县整个废弃矿山点非常多 但是我们这个点呢 它这个开好之后 这个高层和周边的一个地理环境 是高层比较接近 那这个是我们考虑它做水田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第四方面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考虑到今后种水田 必须有这个水源保障 那我们刚好在这个山的背面呢 有一个水库 回田复耕技术已非常成熟 因为是水田 对表层的泥土就有特殊的要求 由于回田面积大 40万立方米的表层泥土 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那刚好呢 我们县里面在实施这个无水共治 七条溪再进行一个清淤 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土壤的一个需求 那边清淤的话 又有大量的这个泥土产生 但并不是所有的土壤都适合做水田的表土层 后来呢 我们对土壤这个淤泥进行了一个检测 确保它没有这个重金属残留 第二个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的污染 第三方面 土壤的这个肥力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经检测和多方论证 西条溪的淤泥可以作为水田的表土层 既解决了西条溪70万立方米淤泥 无处堆放的难题 也解决了红冬矿回田复耕表土层的难题 并为工程节省了1000多万元 到年底回田复耕工程就将完工 目前已有多家农业公司前来洽谈 打算经营这片凉田 在废弃矿山的治理改造中 长兴人展现出了超强的智慧 这是长兴县面积最大的连片废弃矿山 面积有近万 原来有13家企业在这里采矿作业 我第一次来的话 这一片都是一些废弃的矿坑 都是一些很深的深坑 还有边上都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险坡 十分的荒凉 道路都没有 杂草通生 所以说当时来这边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震撼的 由于该区块地势不平 连片性较差 落崖 孤峰 险峰 大量存在 矿坑积水 地表坑洼情况严重 治理改造 采取了源在林中 林在园中的思路 计划打造成一个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 我们现在分为五个开挖区跟五个回田区 回田区就是原来的一些废弃矿山的一些矿坑 开挖区主要是一些山峰险峰 把整个山坡高峰削平 潜到我们那个回田区 这个投入达四亿多元的废弃矿山改造项目 正力争成为全国废弃矿山综合治理示范区 到时 眼前的废弃矿区将变身为山水相依 绿带相连 产原相融的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 成为一块宝地 一块福地 我们主要是按照总书记 这个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按照这个理念 我们提出了十六指四句话的方针 叫一箭则箭 一灵则灵 一景则景 一根则根 通过矿山这里 天又恢复了原来的蓝蓝的天 我们的山里又寓意冲冲 从原来的卖矿山 卖森林 到现在的卖风景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两三理念 在长兴大地上的真正的实践 经过关亭整治 曾占长兴县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矿产资源 现在只占5.2% 这需要勇气和魄力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长兴成功实现了废矿资源 向土地资源 旅游资源 生态资源 林业资源的转化 在废矿利用的数量和治理改造的多样性上 长兴县走在了浙江省前列 废矿治理 使长兴的山体重新 披上了令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